说到小时候最迷恋的超级英雄 奥特曼是很多人心里不可替代的存在 但是很多人只记得那些夸张的打败画面 却从未想过每个故事的意义 不就是奥特曼打怪兽吗 哪有什么意义 那些我们童年里奥特曼打小怪兽的故事 长大了再看 真的很讽刺 奥特曼与这里说 所有的奥特曼都产生于27万年前的超并化事件 而出版奥特曼首播的日期是1966年7月17日 中国大陆在27年后的1993年1月底 才有电视台第一次播出奥特曼 而有小时候的天眼小城 大约是在1997年前后才开始接触到奥特曼 今天真正想给大家讲讲出版奥特曼做讽刺的一集 还有那个最可怜的怪兽侠依拉 出版奥特曼新英版第23集 我的故乡是地球 故事的背景是中间要召开世界核庭大会 对 来参加会讨各国的飞飞 一堵看不见的墙 上失试了 科学特飞对调查事故的原因 发现这都是一个宇宙人摆的鬼 进一步调查下去 前来协助的国际代表 认出了这个宇宙怪兽 一个月晚 他和所有的特分队队员说出了真相 这个叫做贾米拉的宇宙怪物 其实是一个人类宇航员 在太空竞赛的时候 贾米拉被派去了太空 但是却发生了以外无法返回地球 去对他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日本的官员决定掩盖事实 向贾米拉最深负面 可怜的贾米拉 也落在一颗星球上 因为受到了宇宙的辐射 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怪物 贾米拉想要报复人类 于是努力地研究飞船 终于回到了地球阻挠和平大会的召开 科学特飞对认为 自己不能和贾米拉对战 因为那是自己的前辈 高层却命令把贾米拉当成 恶星怪兽一样消灭 最终 为了人类的和平 初代奥特曼 还是将贾米拉消灭了 地长说 贾米拉 请原谅我们 这样也好 就能让你在张斯梦想的地球上安眠 国境和平会计成功地召开了 并且 在贾米拉的墓碑上这样写道 为了人类的科学和梦想 而下身的战士灵魂常灵于此 结尾处 特飞对对人说 对牺牲者总是这样 专挑些败美之福说说到了 这一集贯生很弱 贾米拉最大的弱点是泡水 奥特曼出场后几下就把她打趴下了 实在是很无聊的一局 但贾米拉被击溃灵中的最后一刻 小时后的我心里却生出一种莫名的伤心 她原本是一个为了国家奉献一生的旅航员 但是国家却把她抛弃到了外太空 飞化了的她重返地球 却不被国家承认 她被当成共兽打死 最终人类假惺惺的为她立下 妖雄 暗幕致命 贾米拉倒下之后打倒了国旗 最后她艰难地用手抓下某个国家的国旗 长大后再看这一幕 何谓是讽刺至极 奥特曼中类似贾米拉的剧集 还有很多 杰克奥特曼怪兽使者和少年 就是其中最感人的一集 没词心人能有乐意 因为飞船故障降落地球 一个小孩想帮助她 想把飞船挖出来 孩子每天都在挖洞 引起了其他孩子的暴露 更糟的是 越来越多人怀疑她是宇宙人 终于有一天 人们喉喉不住恋心的恐惧 于是就要来检查 想要除掉这个孩子 这时 没词心人不得已从屋子里出来 说着 我是宇宙人 我是宇宙人 而孩子就这样 亲眼看见检查杀了没词心人 孩子和梅瓷心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如同自己一样 小时候的我看到这一幕是真的美风 后来被梅瓷心人封印的怪兽 莫莉奇复活了 开始破坏乡镇 剧情到现在都是人类的自私和浪伤 无故惹的祸 奥特曼也在纠结也不让变身 于是第一次向我们提出疑问 奥特曼一直把守护人类当成自己的职责 但人类 真的值得守护吗 我们最早接触到的奥特曼 是被称为 三巨头 的 迪迦 干嘛 盖啊 而国内最被熟知 记得是迪迦奥特曼了 国内的引进 加上英至国语配音 迪迦的形象在很多人心中 甚至可以和奥特曼化本号了 还记得迪迦奥特曼中登场的《基里爱乐德人》 策称 先使 他想要占据地球 为人类带来新秩序 因此将迪迦奥特曼作为远中兵 最终 最终的人类找回了对光的信仰 帮助迪迦战胜了敌人 其中 迪迦从地上起身的镜头 能把了上帝赋予亚当生命的经典名画 其实对于人类来源 《基里爱乐德人》和迪迦奥特曼有什么区别 都是来自外太空的宇宙人罢了 只是迪迦奥特曼选择了人类 同时 人类也选择了迪迦奥特曼 原来 奥特曼和人类 是相互守护的 人类世界的优秀作品 大都在讨论人性 我想这是奥特曼为主创造一直在做的事情 而奥特曼心久不衰 傻得咬痛使人的心血 尖点之所以为尖点 不只是一层皮套那么简单 阿特曼与其创作者 阿特曼的身体 是取自高山 海洋的颜色 他的脸上总是没有多余的表情 嘴角却有一抹丝有肆无的微笑 这鬼度的 一只微笑 是取自古希腊的雕塑 而初代怪兽的设计 更是凝聚了设计师的心血 有的来自古代壁画 有的来自神话传说 有的来自生物变异 除了设计层面 最最辛苦的还是幕后人员 大部分其他是不透风的 最多20分钟就要休息下 一场打戏往往要拍好几天 阿特曼系列的特点就是 用短短25分钟左右的时间 讲述一个空想的故事 特效发达的今天 阿特曼还在坚持用席套等 传统特色手法推设 而长大后的你 早已能一眼识破道具和特效 阿特曼仿佛已经渐渐地淡出市场 也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 还记得迪迦阿特曼最后一集 大谷对丽曼说的那句 被我们拧进来十多年的那句 你也可以变成光 这句话如今听起来是那么绿制又更二 但他也曾真的像一道光一样 赶走了当年又晓得我心里 所有的恐惧和阴霾 现在的我长大了 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 所以每天都在努力成为自己的英雄 也注定在M78新闻 一切都好